小朋友,今天要跟你说的成语故事是 《妖梁三日》 有位唱歌非常动人的歌唱家 他的歌声可以令人感动得泪流满面 更加可以绕住房屋的梁转上三日 接着的故事就为你介绍一下 这位古代著名的歌唱家 古时候有一位非常出名的歌唱家 叫韩娥 有一次他经过齐国 因为身上的路费都用完了 就在齐国都城的雍门卖唱酬钱 韩娥的歌声清脆流量 软转悠扬 十分动人 这次的演唱也轰动了一全城 唱完之后 听众们还聚在雍门 沉醉在他美妙的歌声当中 徘徊流暖不肯离去 韩娥拿着筹到的钱 找到了女店住 但是女店的老板 却对韩娥很不礼貌 韩娥忍不住放声大哭 唱起悲伤的歌曲 附近的人都被他的歌声 感动得流下眼泪 韩娥的歌声软转动听 唱完以后两三日 似乎还有歌声 在雷店的屋梁上 扭来扭去 扭来扭去 飘来荡去 一连三日 城里面的男女老少 都难过得吃不下饭 两眼泪汪汪 后来 韩娥出城 离开了这个地方 人们知道后 立即派人去追 苦苦挽留她 韩娥不想令大家失望 就答应会回来 继续为大家唱歌 人们得知 她会回来之后 十分开心 就这样 忘记了之前的悲伤情绪 这个 就是妖梁三日的故事了 她经常被拿来形容 唱歌或者音乐 十分美妙动听 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如果你听到一些 特别好听的歌曲 亦都可以用 妖梁三日来形容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到后 到后 到后